这件羔羊只有不断迷途的作品是永夺宜兰奖的影响 大大学造型艺术学系硕士生张哲敏说 作品的出发点是迷途羔羊 他希望透过作品来探讨内心的世界 迷途羔羊它是用来讲说一个人施主嘛 犯下的错误这样 而且通常是用来指年轻人 那羔羊我觉得它其实可以用来指所有人 就是待宅羔羊 待罪羔羊 这些全部都是指人的 可是真的只有年轻人会失足吗 会犯错啊 学校改正 其实我觉得就是只要一直活着 就是从出生到死亡 就是要一直不断面对就是犯错 然后改正这样子 直乐老师吉田敦指出 张哲敏同学的雕刻速度很快 一件接着一件的创作 随着经验累积 作品完整度都相当的高 羔羊只有不断的迷途这件作品表现了动物与人的结合 并融入作者个人的想法 具有创新性 因此能在比赛中脱颖而出 这么大的作品 它刻的速度很快 然后大概一个月左右差不多都能出来了 那它的刻东西的努力是我觉得蛮佩服的 非常快 然后一件其他的小件作品也是同时做 然后好像四件作品同时做的 那有些作品是在法兰里面也有讲述 在艺术博览会也有讲述过 然后它的作品的完成度 越来越高 然后这个今年得展是 它的这个学目标已经两年了 那个时间的好像成果出现 这样的感觉 其实这件的创作的想法就是 这其实是我用我自己的长相去刻的 然后这边其实算是一个孤独感的表现 对 然后我认为乌鸦其实是一个非常聪明 但是又有点孤独色彩的一个生物这样子 然后而且它又算是蛮独立的一个个体 然后其实就是有点像是 做这件的感觉有点像是说 要习惯孤独这件事情 因为孤独是一个人 会一直需要面对的一个常态 得奖作品是爆毁新台币五万元奖金 即日起到10月24号 在伊兰文化局展出 大一人新闻 流行笑 采访报道